《新约圣经》中记载了 使徒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封信 其实,这个地区的教会 并不是由保罗去宣教而建立起来的 只是,当我们看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 前露出来保罗对这地方教会的爱与关心 完全看不出任何的申书 他怎么会这样地爱哥林多教会呢? 我想,回答这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保罗是怎样看教会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 保罗强调,主耶稣基督是创造掌权万有的 而他是所有教会的元首 所有的教会都是由主耶稣基督在石架上的宝血所赎回的 使天父一切救恩奥秘与荣耀住在里面的 有圣灵的同在与运行 在神眼中,任何一处属于他的教会都是同样的可爱和宝贝 因此,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他也愿意同样的看重和关爱 只要是主的教会,就是保罗认定应当看重的 很多时候,我们总习惯把自己的教会放在首位 为他付出,为他代求 盼望他人数增长 甚至,我们还会把他和别的教会做比较 抢羊,彼此轻视嫉妒 但这是主所乐见的吗? 我们这样,真的有把主看为教会的元首吗? 还是把本来属主的当成自己的私人企业来谋划呢? 但愿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都能够得到信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